从球球发文的内容中看 他心情非常好 毕竟已经当妈妈了 并大方晒出约两个月大的萌娃陈皮儿 小家伙穿着浅绿色的衣服 头发乌黑浓密 眼睛大大 紧紧握着小拳头 对着镜头的小表情很可爱 好像在探索什么似的 很好奇 另一张照片是小家伙的侧面 胖嘟嘟脸上很多肉 连下巴也看不见 从曝光的照片中看 小家伙看上去像爸爸 赵本山是斜靶子脸 女儿球球也继承了 小家伙却没有继承 真是把妈妈球球乐开花了 有网友在评论区里问 老爷姥姥给了孙儿多少压岁钱啊 球球对这个问题选择沉默 另一位网友问 球球你吃得啥瘦的 快点分享一下吧 胖完了 球球很调皮地回答说 哈哈哈保密 我在瘦20斤 从球球晒出的照片中看 他产后身材不臃肿 没有肥胖的感觉 之前球球生产前拍摄写真实 他四肢鲜瘦 没有水肿的迹象 如此看来 球球很重视怀孕期饮食之类的事情 怀孕期间可以直长胎儿 妈妈不长肉通常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 因为他们可以找知名的医生与自己的饮食搭配 所以球球能够保持到这么好的身材一点也意外 球球之前在视频中透露 他坐月子期间 妈妈 玛丽娟禁止她玩手机 事实上 一个女性在坐月子期间好好休息最为重要 因为球球坐月子有亲妈妈陪伴 所以她的身体恢复也快 球球与小陈在2021年5月官宣恋情 6月份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求婚仪式 从时间上看 球球与小陈的恋情发展速度很快 刚开始外界并不看好这一对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球球与小陈在2023年2月14日官宣结婚 并表示不会办婚礼 在2024年1月份诞下儿子 他们的爱情修成正果 越看越甜蜜 据悉 球球的老公小陈是一名海归 可以送出国留学 显然家庭环境要比普通人要好 小陈与球球相比起来还是相差很玩 有一次球球在直播间与网友聊天 突然间有一位网友问 你和你老公谁更有钱 球球看到后很打趣地说 你要是刷个金龙 我就告诉你 我们两人的秘密 殊不知 该网友为了知道答案真刷了 球球也很守承诺 爽快地回答 当然是我比较有钱 经营着一家公司员工100多人 每个月成本200万 老公小陈则是从事美容行业 可见 球球在父母的影响下很有商业头脑 年纪轻轻就拥有自己的公司 而且还能够独当一面 真是令人感到意外 球球不会因为当了妈妈后 所以工作量就较少 他一心想着快点瘦身继续打拼事业 球球那么拼搏 对自己的事业没有一丝丝的怠慢 确实让人佩服 球球的哥哥赵一南曾经这么一说 我是赵本山的儿子 我家的钱光是利息 普通人一辈子都花不完 虽然赵一南这么炫富 惹来很多人不舒服 但是他与妹妹球球的生活 绝对比我们大多数普通人 过得要滋润多了 球球有卓越的家庭背景 完全可以躺平 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显然他是跳出舒适区 专心搞事业赚钱 真是让人羡慕 赵本山手握顶级的资源与人脉 作为他的儿女们 在创业路上自然是会少走弯路 会投胎才是技术活 一个人只要能量足了 就可以轻轻松松处理亲密关系 求求老公小陈比他大七岁 有着光鲜亮丽的学历 能力 财力却不如老婆求求 他们在网络上晒出的照片中看 夫妻俩相处得很和谐 很甜蜜 一对女强男弱的婚姻 相处起来没有压力 往往都是强的那一方 愿意去承担更多 也愿意去改变与接纳对方的不同点 文案